一笔才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七五章 我是法王裴硕 德国大盘今天算是 侠不震荡 以这种最近的相对行情 这个行情算很小 这个地方持续震荡 那我说这个地方重要的是 它从这个脉动了 5月17号15159上来 这边有一组 这边有一组上来 那这个地方整理完 应该还有一组往上 那只是说现在这一段 到底是不是正式在推了 正式在推 还是说它会先震荡一下 整理完再推 你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当然直接推 或是说震荡完再推 个股的部分有没有影响 个股的部分没有影响 只是说个股的话 你如果说震荡的话 当然会有一些价差 你要懂得稍微可能高出低进 高出低进 因为价差看个股 有时候价差很大 好 那直接推 一样的个股要做多 整理再推一样个股要做多 只是说指数的部分 这个地方 我们看它小时线的部分 最后一个卖动是从这里推上来 那它是不是正式推 所以这个是刚刚跟你讲的重点 这个部分我们从期货来看 因为期货最近有常常好几次发生一些错价 整体的架构 虽然说结构有点比较丑 那个线土比较好 可是整体架构还是没有脱离 没有脱离 就整个结构还是雷同 一样这种架构还是差不多 我们看期货的部分 那期货的部分 重点是这个4月29号 我说这个是今年的第二个关键转折 大中小然后大幅度拉回 那个地方是在这个地方 4月29号就17709 怎么那一天是创历史新高 其实应该不会有人跟你讲说 在创历史新高的当天 或是说在跌破最低点的当天 跟你说要大反转往上走 或者说在创历史新高的当天 要往下拉回 怎么这两天 这是创历史新高 然后这是拉回最低的 5月17号15159 这当天都跟你讲 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买点的机会 有没有 第三个关键转折 4月29号 我说是今年的第二个关键转折 这地方大幅度拉回 果然你看 这次创历史新高 我说它大中小 那这个是今年的第一个关键 新春开放盘之后 第一个关键转折出现在这里 我说这个是下降骑行 西坡落底处 这也是之前有个小西坡 西坡落底处是你要大展拳脚石 有没有 这一段上还有2000多点 4月29大中小结束 要大幅度拉回ABC三段 三段确立以后 5月17号这个地方 15159礼拜一 礼拜一啊 礼拜一突然爆出一个疫情的利空 以前没有那么多 180例 对不对 所以礼拜一反应掉下来 我说那是回马枪 我说那是很标准的回马枪 那是最后的买点 果不其然 1519那一天 很多股票跌天板 好几百当跌天板 开始这最低 一路上来已经2000多点了 那在这一天啊 那就第三个关键转折嘛 你看这个转折 这个转折 是不是今年的 目前看来是很重要的 三个关键转折嘛 对因为今天关键转折很大 现在行情每次一转折 行情都很大 所以我说你今年要很注重那个 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转折 要把它掌握住 跟去年不一样 特别是去年你一路买股票 它都不太会拉回大幅度整理 都没有像类似这种N字型的 比较大幅度拉回 没有都是平台式的 去年啊 去年都是这样平台式的 这样一路上来 粘住 平台上来 就这个比较大嘛 就最近这个 429这个出现这个比较大嘛 所以我说接下来一样 现在是6月 今天6月18号 我说接下来下半年也一样 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转折 你还是好好掌握 因为之前 我说去年的 你股票 你就一直 你不用管大盘 今年要 特别你这个不管大盘的话 它如果一直拉回2500点 你怎么买怎么套 怎么买怎么套怎么赔 要避开 要避开 那你避开了一段 那你全力出击要全力出击 避开要避开 完了以后全力出击要全力 才会有 一段一段的来 才会有你赚钱的份 否则怎么样 会比较辛苦 因为你这一段如果没有避开 那你这一段就没有你的份 因为这全部都套住 然后这边能解套 未必可以解套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关键转折要掌握 那这个关键转折要掌握 要全力出击嘛 今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差不多今年行情 跟去年不太一样 它有一些转折 然后会比较大 会比较大 好 那第二个转折在这里嘛 429 那这个在哪里啊 15870 1770在这一段 那为什么这一段 这一段把它放长线在这一段 所以你这个拉回 一样还有第五段要过高 对不对 那我说这一段 如果是这种结构 那反正这个 就是要区间震荡嘛 所以我说你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 这个地方喔 为什么停在这里 这五小段走完 这个地方刺激上去 这个地方 150 27的地方 那地方是这个地方 我说你要全力做多 有两个理由 一个是大B4反弹 一个是第五大波过高 对不对 古不起来也涨了两千多点上来 好 那两千多点上来 从这里15 118正式推 150 27这三段的结束了 整理结束了 那这边再打底一下 然后从15 118开始推上来 推到这边17 313三段 然后在那边做一个整理 这整理的过程 前面就不讲了 这个流浪整理的过程 其实这个地方就跟你讲到说 它这个结构已经很动靠 因为它急拉伤害 然后粘住 粘住 我说接下来 就会走一个什么 扭腰摆臀碎步工 反复震荡怎么样 它再上涨 扭腰摆臀碎步工 有没有 反复震荡再上涨 一路长长 好到17 313 它开始进入整理 这整理的过程 6月9号 我说它也是送分题 17 313在这里 16 719 17 313 16719 这个整理的过程长这样 这15分钟线 那一天6月9号到16 889 我说这种是送分题 这个下降 类似一个小下降的旗型 五小段 这个是要往上走 有没有 你这地方不管它是一个B波 B字A B字B字7 或是说另一段开始 好像推动一样 这地方都要做多 这个是送分题 果不起来你看到 从16 889在这里 就直接到17 4.2 现在目前谈到17 4.2 对不对 有印证嘛 这段也有500多点 好500多点 好 那完了 五段走完应该就拉回来 17 033 当然这是错价拉比较深 隔离又来补一次 好 这昨天 那这一段走完 我说接下来有个重点 这一段 怎么说这一段 是台股目前最后的一个推升 最后的推升 这一段 那推升完 这五小段结束 那一段在哪里 怎么说那一段就是这一小段 这一点 你仔细看 这一小段 这一小段 有没有机会说它是有没有机会形成一个出生段 比如说出生段一二三四五那当然就往上走 那你说这一段走完的 那开始再做一个整理 这走完的话 你如果说做一个ABC整理 那又要再下一次 那推升了 推升的过程可以直接走 可以这边小整理再走 这个就不是重点 重点是 是不是要开始推才是重点 不是推的话它就会做一个ABC 现在这段最重要的观察重点 因为你关系到实物操作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在哪个地方 推完以后 好它是不是开始 它整理对不对 这今天也是 今天没什么变 差不多 那你这一段在这个地方 就16889到17402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持续整理 针对这个脉动做一个整理 还是说这一段已经开始推 这个关键就在这一段的脉动 因为这关系到实物的操作 所以你看 你这边推了一段 然后这边推一段 这个地方如果继续往上推 它大概就又出现一个小的12345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类似一个出生段 所以你这个要注意买点 你这地方这一段还要整理 你这边整理整理 然后这是穿头 你这万一整理又来个破底 它做一个横台 这个都没有改变它的一个长线的结构 可是因为短线 短线的一个行情很大 短线的行情很大 你一定要去找出来很多的证据跟讯息 来判断说 到底这一段16889到17402 这是实际一个V4穿过高甲突破 还是说正式要往上推 这是现阶段近期下礼拜了 差不多下礼拜关盘的一个最重点 最重点 那来辅助来我们来看大盘 这是日线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小时线 你说这一段这一段它是一个小医生 它如果推动你这地方整理再推 你这个地方就不能拉回很深 就不能拉回很深 拉回来到这里可以 做个ABC 破一点点也可以往上要走 没有的话你这个一下来又这边整理整理又来一个整理 是这个结构 大概下礼拜应该就会走出一个结构出来 我说那种目前 目前的整个大盘的架构我们讲讲的 像这种你日线纯粹张开 其实它有慢慢有 如果它至于整理其实很有机会是一个外阔 你要特别注意 要特别注意 那就关系到现在整理完这个小麦动是不是能够过去 那外阔不得了 特别外阔不得了它有机会拉回比较深 拉回比较深 这是比较近期的重点 那这些会关系到股票的操作 我说因为近期它大盘的围大 很多个股它拉回幅度会比较深一点点 会有比较大的价差 会有比较大的价差 要懂得操作 头发要懂得操作 好 其中的部分 我说很多人这个地方其实已经看不太懂大盘 那每天在那边找空点找空点 当然不是 或是涨高 涨高保守保守 不是最好是在上海 能上 头发能涨 它涨多高都还会再涨 拉回跌 就算跌很深它还继续跌 结构的问题 我说那整个结构它其实你要完整 要完整 那这些都有理论架构 不是你在那边瞎拆 每天在那边拆拆 一下拆上一下拆下的 见长缩长缩长 见谍缩跌不是 那么这地方都是最高点 我们说它拉不度拉回 这地方是最低点 我们说它大不度大涨 绝对不是那种见长缩长 见谍缩跌的分析 可以预测得到的 短线转强转弱大家都看得懂 短线转强 装力也新高 可是它大幅拉到2500点 短线转弱破底1559 可是它大幅涨上来2000多点 有没有我们跟你谈的都不是说 当天都是 这个当天是最强 我大幅都拉回 当天是最烂 5月17号破底 全力大买 有没有那转着 所以分析要这个样子 那我说目前盘式结构 其实我说很多人已经看不太懂 我们认知 特别我们认知这整体的架构 还不会差太远 还不会差太远 结构还算清晰 还好追踪 特别你认同理念的 你跟上脚步来 好 跟上脚步来 好 那选一选的部分也是 当然那个要 那个一个机会材 你不要 这不要 要杀物造 这东西来杀物造 这个机会材 那就有个资金控管的计划 你这种 要切入那种很漂亮的那种点位 那种都是灵界的 灵界的台名 那种灵界的买点 灵界的买点 只要比较有这种比较大的利润 灵界的买点 比较大的利润 有没有 这个东西 这种都是灵界 这种 其实从这一段上来 这一段上来 涨了5000多点 这一段 这里 这11月2号最低 前一天10月30 两个低点差不多 这上来2000点 加起来6000多点 没有5000多点 因为它这边有整理有整理 最低最高算 最低最高算 都超过2000点 可是这整体来看是涨了5000多点 对不对 这整个卖动 其实从那时候 那时候还没创利涉新高 这利涉新高是12682 我说它整体是过去以后 它整个结构会走出 你意想不到的一个架构 然后你要改变你整个投资思维 那结构是完全不同 投资你应该有验证到了吧 完全不同 好 你看10月30日 我们全力往上 我们都往上做多 你看我们超学的全力都知道 都是往上买买权 而且买很远 买很远都还是大赚钱 而且这要在一个月内完成 所以你看我们这整个盘式的结构 应该掌握得是够精准 否则你没办法去做这个东西 你这个要有眼光看到未来的行情 对不对 那是最近的3月19买 这9倍多9倍多9倍多这个东西 这位平已经在这里很高了 3月20日在这里 投资机场 3月20日在这里 我们一样买上去 这边还有将近1800点 一样 对不对 一样大货全胜 那它大中小 结束以后大幅度拉回 整个盘式都在涨货中 那最近的行情 有哪个机会可以操作选择权 也就是说它会有比较大的波段 会有比较大的波段 大概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其实我们在跟你追踪 也不一定跟你分享 我说它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外扩 就会有好的台名点位 不要勉强 这选择权的东西你不要勉强 我说你一年 有那个机会就做 没那个机会不要勉强去做 有那个机会你就做 一年做两三次就够了 没有那个机会你硬做 失败率很高 头发你不是爱做 你是爱赚钱 你要等到一个很漂亮的timing 这个结构持续整理 没什么好做 我跟你讲 没什么好做 除非它的整理是一个外扩的话 才会有比较大的空间好做 或是说好开始推了 那你才做 懂个意思吗 所以那个timing的掌握度要很精准 头发那样很精准 那个部分你认同理念的 也欢迎你跟上脚步来 欢迎你跟上脚步来 好 那我们跟你谈的这些都是有所本的 包括这进化包含战法 这有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这有兴趣的 你边看这本讲义 然后边看那个DVD 然后这样会比较好吸收 会比较好吸收 那这些东西你边操作 边学习边赚钱 学一些东西起来 对你藏着的投资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那这东西你把它 这有一个年度技术本 把这东西学起来 头发把这东西学起来 一定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那这你要报名要预约的话 要赶快 头发这个每年都报满 头发这每年都报满 你座位有限 头发桌位有限 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座位做 你没有座位做 我有很多东西你要做笔记 头发很多东西你要做笔记 那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座位做 有兴趣的就欢迎跟上脚步来 要赶快赶快预约报名 好 个股的部分来 我说那个转折 今年那个转折很重要 像4月29号这个转折 我们把股票都出清 头发这个动作很重要 你不把它出清 有没有把股票都出清 这波段差不多告一个段落 静待下一波的买点浮现 下一波的真正买点浮现 在哪个地方 就是我们大买的那一天 5月17号 大买9档个股这天 各级会员加总起来9档 那为什么可以大买9档 头发我们各级会员 都两三档股票而已 两三档三四档股票而已 顶多啦 那能够大买 就是你前面这个一定要出清 这边都出清了 这边有抢都赚钱出 抢都赚钱出 5月17号当天进场 9档股票的时候 是溃人是全部都 手中都是空手 没有股票的 是没有股票的 是一档都没有 头发这一档都没有 15159那一天 5月17号全力买进9档 这领路上来2000多点 头发这样才可以大获全胜 才可以大获全胜 讲坦白话 很多老师一直带你 拼命买拼命买 然后都不卖 然后每天买 买到这里来 都已经手软了 都已经手软了 套了一屁股 那套一屁股 你这里在 他还一样地买 一样不改 不改他全社 也每天买 這一段我大賺沒有嘛 你這邊沒有出的話 你怎麼可能大賺 套路套那麼深了 會員不一定敢買 不見得敢買 都等解套 都解套來不及了吧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轉折 今年這個轉折很重要 這個轉折很重要 接下來下一個轉折在哪個地方 前幾天我就跟你強調 我說大轉折時間還沒到 大轉折時間 所以我都跟你先預告 小轉折有 這小轉折不太會影響 沒有關係的 小轉折你股票盡量還是去做 都是沒有問題 大轉折時期未到 同樣大轉折時期要到之前 我還都會跟你預告 像這個大中小 我還要跟你預告 大中小中 然後小 這小裡面還有個小 你算數 429Bingo完全并重 就拉下來了 有沒有 所以我們那天把它出清 出清開始操作 5月17號是權力佈局9檔 然後一些5月17都當天要買 這那天跌停1885 群創1885 掛19塊都是買跌停架附近 差不多都買跌停架附近 然後漲到25點 我們這過程其實做了三次 這裡 這到這裡就做三次 好 6月16號前天 面板雙斧被調降什麼 什麼列宜大盤有的沒有的 還大砍到一指頭 那天跑到哪裡 那天跑到19.05 就再來壓一次 那我們的結構我們是認定的 如果這一組從9開始上1 2 3裡面 有一個1 2 3 4 5 那ABC回來 這個地方有一個第五波 當然這個第五波 哇老師從這裡到這裡過高 那不是有很多 當然沒錯 可是因為它那種大宗的個股 你要走這一段 當然時間要很久 不是一次哇一次就到底 沒有那回事情 我講的那個是一個方向性 我講的那個是一個方向性 那當然這過程一定會漲漲跌跌 可是你要重點是那個方向 好那方向開始漲漲跌跌的過程 我們也許也會去做加差 你有一個小脈動 1 2 3 4 5 小波結束 我們自然也會高出低劍 也會高出距離 這不是老師一筆劃上去就一次到 沒有那回事情 沒有 我都會是一個示意圖 說它的方向才往上 那往上的話如果過關 那就是這第五波 對不對 好 這一天 如果這一天 應該沒有人會跟你敢講群創 罵都罵死了 那天打到19.05 有沒有 結果人家昨天漲停板 對不對 今天又在創21.75 3481的群創 那你至少短線已經先直穩了 對不對 這個地方 那當然很有機會是一個ABC這個地方 你看它接下來怎麼彈 看它接下來怎麼往上推 好 這3481的群創 好 我們來談一下 來 3260的微剛 差不多3260的微剛 5月17也是在打到最低 是77.4 我們那天是買債 因為你看這12345破 你就一下來刺激四張區 你閉著眼睛你先買它反彈再說 對不對 或是有沒有機會另一頓推升 當然這以後要觀察 77.4這5月17 我們買77.5 77.5 12點20分掛77.5買 這一定會成交的 這打到跌停 這一定會成交了 77.5就成交了嘛 對不對 成交完以後 它最高衝要什麼 110 是不是77.5這邊到110 3260微剛到110以後是確實也休息了 來 我們看一下3660微剛 它休息了有一個漂亮的地方 它是一個橫台整理 你這個很簡單 都從77.4在這裡 110在這裡 走五小段 暫時停止沒有問題 如果它是一個A坡 這個一個B坡橫台 應該還有一個C坡往上 所以你這個地方橫台整理完 應該還是往上走 或是說這邊12345小坡 它是一個第一坡 拉回來第二坡一樣第三坡 所以你現在雖然它沒有什麼動 其實已經大概 也是兩個禮拜都沒有動了 可是這個方向 應該你要搞懂 應該還是往上走 應該還是往上走 那如果要下來 早就一個N字形下來 它沒有它橫台 它橫台 其實這橫台是預告它的強勢 預告它的強勢 也就是說接下來 這一段應該要往上推 要往上推 你看它小時線就更明顯了 是不是12345坡 有沒有這很標準 然後破線以後 這個橫台 其實這個地方已經預告它強勢了 這個橫台整理 這個方向應該是往上走 你不要看它不會動的時候就不會判斷了 特別一個個股不會動的時候 你就要去有那個眼光 有那個能耐 看出它接下來 動了以後 那個動的方向是要往哪個方向 動才是重點 一般人在做是等它動了才追 追高追低那個是不重要 我們能夠去判別出來說 它現在這樣子不動 可是一動的話會往哪上動 應該要往上動 它的結構 你說ABC也是往上 12345坡 123也是往上 對不對 好 這3260的微剛 好 3260的微剛 好 好 那6138的冒打 這地方拉回來自己上去 這個地方 這一組推完 這一組我們做了很多次 推完以後它ABC回來 另一個推升有沒有 所以5月20我們又買它 買它2123 最高通到144我們也出一趟 6月2號又拉回來這裡 132.5 又最低132.5 我們又買 這個還沒走完嘛 好一個 132.5 我們又買133.5 這買得很漂亮 這買到相對低嘛 最高通到155.5 今天又在漲停158 6138的冒打 特別今天一天在整理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那個結構還OK 有沒有 有沒有 今天是不是亮燈 這邊亮燈 這邊亮燈嘛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有買一次 然後這個出來又買一次 這是6138的冒打 它後面那個營運燈 我說它營運燈 已經成長了好幾年了 已經成長了好幾年了 好 當然這股票的股性比較慢 今天是亮燈比較強 好 這股票的股性比較慢 好 它會震盪震盪 可是你要注意它的方向 頭部你要注意它的方向 這6138的冒打 唉 時間不夠 來 我說 技術班的部分 把這東西學起來 有興趣的 歡迎你趕快 趕快來電報名 不然你這座位有限 這沒有座位就沒有辦法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訂閱 然後再次聽 新聞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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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scribe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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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更勝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運達投顧 好看 弄在家啦 今日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車禍現場拍照 露營五原則 車禍發生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儘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 拍攝全景 揭露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 耗誌等一併摄入 四 拍攝碰撞點 車損部位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 不妨礙交通之安全地點 人沒事 車能動 自行拍照 盡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回到節目現場來 差不多這個結構呢 目前看來還算清晰啦 我說這個架構 其實它有它的難度 結果還算清晰 跟上腳步來 認同理念的 跟上腳步來 經貿部份站把這有搭配 六片的教學DVD 有興趣的也歡迎您來電諮詢 說這個年度的技術班 把這東西學起來 把這東西學起來 對你的投資度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報名要快 每次都 座位都有線 投資這座位有線 一定要有位置坐 這個部分 這個年度的技術班 有興趣的歡迎您趕快來電諮詢 祝大家週末愉快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分析師精準凡事解析 隨算隨看 很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關係 自己安賴在一起 27810909 黃老師波浪操盤術 一套功夫練足 輕鬆創造績效 超值2.0 賣於送釣竿 股市常盛軍就是你 諮詢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旅行人不做期貨 期貨是最佳避險工具 運答指數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張峰醫醫師 如果您家中有COVID-19 確診病患 請將病患一人一室隔離 不要共用異議 多數病患為輕症 多休息及喝水數天或可恢復 如出現以下症狀 請立即聯繫119 衛生局或1922 照顧患者請戴口罩及手套